今天我們有一個比較有趣的題目 這是一個專題 我們可能都可以叫軍務專題 這個專題今天我們就要交給我們海外的三文卿 因為這個題目是他提出的 相當有趣的題目 是呀 三文 Hello 兩位主持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題目挺有趣的 這是美國一個很大的軍眾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主要就是這個 可以說是現役世界上第二強的空軍 就是美國海軍航空兵 你特地要拍兩齣電影去學習 是呀 新的片子又在來 好像是不是下年暑假 是 暑假應該暑假當 或者復活節當的那些位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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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海軍航空兵 自從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航空就越來越重要 所以他的航空兵發展就越來越厲害的 所以到現時為止 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全球第二強的空軍力量 是 是 那他海軍航空兵其實包含他 Marine 那邊的空中力量都有包含的 因為Marine 除了大家熟知的 比如說 AV-8B 這個垂直起降的戰機 和這個MV-22 換F-3B 其實他本身都有一些艦載機 是在航母上負責 即是輔助作戰的 以前有些 即是說回冷戰時期 那時候Marine的海軍航空兵有很多兵種的 甚至有輕型航空母艦的 有彈射的那隻 即是上到F-4 A-7 啊 A-4 那些 不是那些小小的那些來的 冷戰初期 那個張力這麼強 那時候反而擺得厲害 現在就轉換了 轉用垂液升降的為主 是 我們今天主題想說什麼呢 就是主要看一下現時海軍航空兵 它本身有多少機種組成和數量 還有它前幾天出了一份國會大爺 就有一份報告的 就是主要研究一下未來 它整個更新換代是怎樣做 那作為軍迷我們就很幸福的了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剛剛就是在它 其中一個更新換代的30年的plan的中間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有大量的新的戰機 來替換現時已經有的機種 嗯 是 因為自從冷戰之後呢 蘇聯想過之後呢 整個 整個海軍的機型好像是停了那樣的 是不是有什麼新的進展啊 一來主要實在實在太強了 二來就是當你沒有了對手呢 你都沒有什麼藉口去國會那裡拘捕錢的主要是 是啊 拘捕不到 所以那時候A12就是那個隱形的攻擊機都要cancel 沒有了 cancel了 那就轉了這個18EF就算了 是啊 F18 A18最後就變成F18 是啊 F18 轉了 好 三文你介紹一下現役的海軍有些什麼 戰機輔助的機體在那裡 好啊 那我們看看這幅圖呢 就是現時的美國海軍航空兵所有的主要機種 那大家如果有跟開我們的節目呢 都應該到其中的很多都很熟悉的了 比如說FA18的大黃蜂啦 那現時的主力呢 當然是這個FA18E型和F型的超級大黃蜂 那未來呢 F35B和F35C呢 都是一直不斷的買著就是替換了 那這些就是組成 以這個定翼機來講呢 現時就是這五種主要的 那當然其實最重要我一直覺得 都是這個EA18主要的就是這個電戰機的Growler 基本上你有架電戰機構你後面幫忙呢 你什麼都不用怕的 人家想用電池墊來蒙蔽你是沒什麼可能的 那反而對加的雷達等於是沒有用的 干擾你的雷達你的無線電 還有你那個紅外好像不可以干擾到的 紅外不行 主要是電池 主要是電池的板子比較厲害 是的 但是它通常每一個航母艦上面有一個中隊就是四架 那它就剛剛好是每一架可以搭到一個中隊 是的 那航母艦上面大概有四個中隊 那所以就大家rugly計算 就每一次一個中隊出動就可以搭到一架EA18主 那除了這個定翼機 我們所謂的fighter 和attacker 剩下很多都是這些直升機 還有當然大家有熟悉這個NV22的魚鷹 我們叫做tilt rotor 就是這個傾轉翼的機種 那大家最熟悉的一定都知道了 H1C Viper這些 這些就是以前的眼鏡蛇攻擊機 基本上都是給marine用的 是的 因為它夠窄 還有那個海蝕的構造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算是用法眼鏡蛇 是的 那另外就是MH60 Seahawk MH60都不斷在升級的了 現時最新的就是R型和S型的 我們待會看看它的實際組成數字都很多 另外一架就是CH-53E Superstallium 超級總碼 這個是重型的直升機來的 為什麼要搞這麼重型的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對應marine的登陸作戰 你要快速將它的 比如說輕型坦克 比如說戰車 或者一些重型的裝備 你要快速調運到它的作戰場地 這個時候超級總碼就是最好用的 因為它吊的能力是差不多十幾噸的 好像是 十六噸 好像是 是的 但是CH-53E 都是 但是這款都是舊款的 說真的 舊款就 兩副好像五千多塊引擎 加上了一萬匹而已 我們說舊款 對美軍來說 對於全世界來說 這款仍然是領先整個指標 但是未來有一款更加恐怖的出現 就是CH-53K總碼王 是的 就三副七千多匹 加上就二千二百多匹 二萬二千多匹 現在還比米26更厲害 那大家不用說 大家應該猜到 這個肯定是GE做出來的變態引擎 是的 變態引擎 現在大陸的那一架直8 坎稱的直8 和這個直20 都是用了一千塊引擎的 是的 運8就三副千五 加上就四千塊 都還沒得到 哇 一架就幾乎是你的兩倍 是的 一副引擎幾乎是你的兩架機 幾倍 那除了直升機呢 我們有另外的 所謂叫做新一代的軍種 很多時候就是無人機就很重要了 比如說這個MQ4C Triton 這個海神之矛 哇 這架東西就真是貴到飛起了 這架是幾億美金一架的 就被印度...不是印度是伊朗 射了一架下來 射了一架下來 那個RQ啦 那架是MQ啦 那除了這架之外呢 我想最慢中觸目的就是這一架 就是MQ25A Stainray 就是未來在航母上的無人加油機 就是專門跟著你的戰機出去的時候呢 到了一個遠程的地方 就可以自主幫你加油的 那這架機的未來呢 海軍其實想它除了加油之外呢 都希望做一些偵測的任務的 因為你不為浪費啊 說真的 你的滯空時間比較長呢 再加一點這個偵測的吊倉呢 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的偵測任務的 嗯 我現在可以做斬首了 掛彈啊 掛彈 可能有這樣的潛能的 都會有的 那這個MQ25呢 戰略上就變成了可以整個隱形家族啦 就是隱形戰鬥機啦 隱形轟炸機啦 以及隱形加油機 那就應該無縫連接了整個隱形家族的戰鬥力 是啊 它真的是那部隱形的無人機啊 就是MQ4都不是隱形 但是它是隱形 是啊 所以這個設計上呢 會令到美軍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那變成了呢 有一個軍 有一個飛機呢 就見到它呢 就真是沒有輔的 這個呢 就是殲二零 因為殲二零呢 就最喜歡打這些加油機的嘛 但是你現在出了MQ20 就真是令到呢 即是怎樣呢 我當我看不到殲二零啊 那你又看不到我啊 是啊 但是如果殲二零轉彎 我看到你啊 是啊 那我就可以後面的F30C打你啊 那反過來 你殲二零還出不出來呢 是 還出不出來呢 就變成了呢 就對近岸那個防衛呢 例如說在日本啊 如果你放在宮古群島啊 你放在台灣附近呢 在這個第一島鏈鎖住1200 都挺危險的 是啊 做了巡邏啊 是啊 這個都挺危險的 這個的 就好像我們之前一直 我們都有談過 就是 如果你真的1200也好 1015也好 你在一個雷達 看到一架疑似是隱形機的物體呢 你去不去追呢 就是你去追的話 你就很容易暴露自己了 是啊 那有這架隱形加有機 因為你轉到呢 是啊 即使它加有的時候呢 你都不知道去追不追它就好了 還有你一定要走到很近你才可以確定 那個真是敵人來的 是啊 幾乎要看到它才行啦 是啊 或者很近啦 真的很近啦 可能就是 說的是Dock Fight的距離那樣子 是啊 是啊 好 另外MQ-8C是嗎 MQ-8C和MQ 另外有一架是叫做MQ-8B 這些全部都是無人的負責巡邏偵測的直升機來的 主要呢 就是用在這個LCS上面啦 還有這個 之後可能會用在阿里巴克級上面的 但是暫時在LCS和這個珠穆瓦特級上面做測試 是 那大家都看到它都越來越傾向發展無人機種 主要是維護比較便宜 還有它制空時間長 那你就不用考慮到機師疲勞的問題 嗯 是 那變成了 應該兩款 那時間上去的 嗯 是 行 是 那我最後講講兩款呢 就是絕對領先全球的 就是這個E2C和E2D的鷹眼藍座型預警機 和這個P8A的海實 這個就是在海面上的巡邏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反潛機的用來 是 海巡機叫做 巡邏 加上反潛機 是啊 這幾個絕對是領先全球的 以技術上來講 所以 大家看這個圖呢 都可以看到 就是美軍的海軍航空兵呢 它的一來機種多 二來它的分佈 是每一樣都有非常特定的功能 還有它很多技術上呢 現時在世界都是領先的 還有呢 大家看到那個trend呢 就是它現在呢 已經做到可以捕捉到所有機 或者有時候他們reach不到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呢 它現在有個MQ-25 就捕捉回以前那個加油機的不隱形的問題 那E2C就可以捕捉到所有船的那個艦 那個艦載雷達的那個看不到地球曲面的那個問題 是啊 400公里啊 是的 令到那個神盾艦可以發揮最好的情況 還有E2C都可以指揮到整個空域的管制 變成神盾艦都可以受它指揮的 變成所有的應變都會去得很快了 那自從它再加到MQ-4C之後呢 就令那個空域可以再提升一個層次了 就再飛得高一些 那始終就是那個船艦 就是那個E2C呢 PROP呢 不可以飛得太高了 那MQ-4呢 再飛得高一些呢 就令到整個那個空域呢 它的偵測呢 效率高一些了 那P-8A取代了以前的P-3 那P-3呢 如果在美軍這邊就應該沒有P-3 我記得就 P-3太舊了 應該P-8A全面取代了 因為它是707來的嘛 是 那個機身和引擎都舊期了 那這個P-8A 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個是中國潛艇黑星來的 是 那這個呢 就是當年那個093B 就是在日本附近近海要浮上來 其中一個功勞就是因為有P-8A 那再加上日本一些反潛的技術 那所以呢 P-8A堪稱 就是很多國家的潛艇看到 就是如果知道有P-8A附近 都真的很危險 它不止偵測的 還可以打沉你的 是啊 它還裝了魚叉的 魚叉 是的 它接下來可以裝AGM-158C 那更恐怖的 是 那你看回這個圖 其實美國 就是Uncle Sam 都是一個很變態的偷龜狂 無事無刻都要看著整個牆 是 他真的是一個全之全能的神 有隻眼都要看穿了 什麼都要 什麼都要看著 然後呢 他 就是除了體系作戰優勢之外 好像兩位所說 就是連P-8A到時都要帶上攻擊型的武器在上面 就是看到你就要攻擊了 攻擊你就毀滅你 是呀 會的 隨我買就順便拿你的名字了 好 那我們就這一節來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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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